什么?五十两还不够? 宋老汉震惊得连烟都不记得抽了 五十两对他们这样的人家 已经是终其一生都不能积攒下来的财富了 爹,您想想呀,那是县太爷 别人眼界高,咱们要求别人办事 自然是要让别人满意的 宋青云一点点地开解着宋老汉 其实,五十两哪里会不够 这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一笔巨款了 拿到银子的那天,他就请了好些个铜窗 去酒楼好吃好喝了一顿 后面还被铜窗拉去花楼,开了个眼界 五十两银子已经去了一半 这五十两都还不够 我去哪里再弄这么多银子过来 爹,您想想呀 咱们要是有了县太爷的帮忙 只要县太爷送个话下来 宋晨不都得吓死呀 到时候还不是条件任由咱们开呀 现在花出去多少银子 到时候不是随随便便就回来了 宋老汉对宋青云的话 从来都是毫不怀疑的 这会儿听他这么说 又觉得他说得十分有道理 还要多少银子 最好还能有个二十两 二十两 宋老汉迅速地在心里盘算着 他能筹集到的银两 老婆子手上还有三两 加上家里能变卖的东西 最多也就是五两银子 离二十两还差得远 唯一的办法就是卖地 老六 要再凑二十两银子 只有卖地了 宋老汉对宋晨恨之入骨 现在有这个能让宋晨吃亏的机会 他不想放过 可他又不想耽误儿子的名声 所以他只能把选择权交到了宋晨云的手上 这卖地从来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但是只要不是为了供我读书去卖地 对我的名声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那你先回镇上 我赶紧想个法子 把地卖了 就把银子给你送过来 这一次 我们一定要让宋晨再也没有办法翻身 宋老汉凶狠的样子 恨不得把宋晨扒皮喝血 第二天临近五十 宋老汉就去了李郎中那里一趟 随便找李郎中拿了些药就回去了 躺在床上的宋周氏 只觉得自己越来越不舒服 他也搞不明白 怎么就一早上的功夫 自己就病倒了 老童子 李郎中来了吗 我觉得心里好难受 头也有些晕晕乎乎的 我跟李郎中说了你的症状 李郎中拿了些药给我 我没让他过来 这初诊不还得给诊经不 我们得省点银子给老六啊 宋周氏一听 也是这么个事 那你快些把药给我煎了 我这心里头难受得很 没了 哇 这个症状 是中国人很美 我跟李郎中和我们是没得过 你对都听pt wealth 是吗 你对